- 高哥好,我是Dogrey,又到了我們大魔術師終極考驗解答公布的時間了 本次的影片將會公布三個挑戰的解答 包括翰力霸權、永垂不朽、以及夢無止境 這三題其實難度都算是偏高的,尤其是夢無止境呢 它難度幾乎有到五顆星的等級 不過在我們挑戰者的努力之下還是將他們全部破解 也再次恭喜他們 好,那我們先來看一下挑戰的題目吧 第一個挑戰是大魔術師終極考驗之翰力霸權 他的起手包括一張超貼新龍、連板魔術家、挑選魔術師、異色眼幻境龍、以及決鬥者降臨 他要求的終端場面包括風雷龍、銀河泰坦、時間技巧、一張魔術師刻度、兩張零百陣、Omega、還有槍管S龍、以及一張暗屬性的零百怪獸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進入COMBO演示的環節 進入漢地霸權的COMBO演示環節 這邊我們一開始要拿的是龍P 龍P的好處是他一方面幫你送一張卡片到額外去讓你盪出來 另一方面又幫你拿一張同名卡的湊刻度 那這樣的情況下就非常明朗 我們的角色降臨要拿的對象就是紅彩 這邊就把全家老小的盪出來 這個擺位其實還好,沒有說特別的講究 觸發條旋跟靈板魔術家的效果 這邊靈板魔術家你要炸的對象是龍P跟你的紅彩 拿的是龍接者跟小丑 我們還沒有通罩過,所以拿小丑是喝清二 這邊挑選特招的是一張止毒 再拿了新雙陣 這邊這兩個人直接變成贏兵,然後把咒毒送到外去 場上這兩個人其實沒有疑問,直接合成新課魔術師 就是檢索的課毒 這個年問說我們這樣還沒有會演 那沒關係,我們只要通罩這個小丑就可以有會演 拿了會演上手 這邊會演,第一次效果拿來觸發我們新課魔術師 帶破 送一張異色眼同步者到目的 第二次的時候就直接叫一隻黑牙出來 這會同時觸發很多效果 不過我們的課毒還用不著這麼急的要特招上來 再拿一張黑牙 抽到題目規定的雨傘 這邊就可以直接炸這隻黑牙 拿回我們的咒毒 黑牙效果復活 我們的挑選 然後咒毒跳出來 再拿一張會演 這邊因為你的銀劑已經用過了 所以就可以放心的把它合掉 合成濫打 順便清個格子 這邊會演叫劍龍 觸發剋毒 把龍結者一併的帶出來 龍結者就直接跟你的刻度上的魔術家變成風雷龍 這邊也沒有意外 直接變成水晶技巧 看你要拉出二星協調或是硬協調都可以 變成Omega 這邊你剛好剛好有兩隻暗屬性 所以變成什麼 霸王卷龍飢餓毒 複製你的銀劑效果 發動你的黑牙 炸掉你的黑牙 拿回你的 咒毒 這邊黑牙復活的對象是 毒 咒毒的話你要直接再拿一張黑牙 沒問題 咒毒 一樣再發動這張黑牙 再把場上兩隻暗屬性變成第二隻飢餓毒 複製你的銀劑 再炸掉黑牙 再拿回克里 好 所所而是咒毒 那最後你要復活的就是這個 一色眼同步者 並且再拿第三張慧眼刀收到 那這個部分就已經進入尾聲了 慧眼這邊直接再帶一張紫蘿出來 然後劍龍還沒把我效果 回收你的紅菜 場上合成銀河泰坦 再用同步者把劍龍拉起來變成槍管AS猛龍 裝備一下銀金 裝備一下銀金 那收尾的部分就是把自己的紅菜給扛掉 拿你的時空陣 OK 這就是解法 他上場上有 神技巧 銀河泰坦 暗屬性零百怪獸 S龍 蜂雷龍 這邊有一隻Omega 然後你有一個魔術師刻度 以及兩張零百陣 OK 那我們繼續下一個挑戰 OK 那我們一起來看一下下一個挑戰 第二個挑戰是大魔術師終極考驗之永垂不朽 這題的起手包括一張超跌心龍 一張新讀的魔術師 一張慧眼魔術師 一張挑選魔術師 以及一張決鬥者教練 要求的完場的話 除了風雷龍 泰坦巨神 S龍三本柱以外 還要有水晶技巧 以及一張Omega 兩張零百陣 一張暗屬性的零百怪獸 並且要有雙刻度 不能只有單刻度 要有兩個魔術師 那麼這題到底要怎麼做呢 我們馬上進入combo演示的環節 OK 那這邊馬上會對示範 永垂不朽的 鐵法 一樣我們捨棄掉超跌心龍 不過我們這次要拿的是黑暗亞龍 設置你的高低刻度 並且把紅柴給放出來 所以這邊其實要注意的是 決鬥者將領要搜尋的對象 其實是 零百魔術家 那這個情況下 我們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當出來了 擺位上也是還好 沒有說特別 在這個階段還沒有說特別的講 這任務我們要觸發的有 一二三三個效果 包括 然後 挑選 以及 零百魔術家 零百魔術家 你要炸的對象是兩個刻度 然後最後是 霸王 黑暗亞龍 拿一顆零彈到手上 因為我們還沒有通招過 所以一樣是在拿小丑 這邊一樣是特招一隻子獨 方便之後的超量召喚 紅彩搜尋 新雙陣 新雙陣馬上就會在這邊觸發 因為我們把 會眼格合掉了 這邊先把 鬥毒丟到外去 並且再拿一張會眼的手上 會眼很重要 因為我們等一下又要再度觸發誰 又要再度觸發 新克魔術師的代破效果 好 再檢數一下他的刻度 你會說這邊我們還沒有另外一個刻度 可以來搭配會眼 沒關係 我們只要下這個小丑 就可以直接再拿一張魔術師 拿黑暗 發龍你的兩個魔術師 這樣你的會眼就可以使用了 先出發一次代破 那第二次的話 要注意的是 我們就可以直接拿劍龍 拿劍龍 那同時也直接把 要跳的東西都跳出來 包括刻度 這個誰 龍結者 說到題目規念雨上 這邊也可以直接 沒意外 直接回收紅彩 那這邊要注意的是 你要炸的對象是誰 你要炸的對象其實 是 你的 金克魔術師 拿回你的咒毒 並且特招你的咒毒 再減速你的第三章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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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眼 好 到這個地方的話 一樣 要變成第一隻 就是雞肌惡毒龍 拷貝銀進的效果 炸掉你的黑牙 然後揮你的咒毒 不過這個時候 不要急著特效咒毒 因為你要把格子 留給你的 小選 那這個時候 又是霸王靈彈出場的時候了 幫霸王靈彈 把龍結者 跟霸王靈彈 融合成風雷龍 並且直接用風雷龍 扛掉你的紅彩 讓你的紅彩 就功成身退了 那我們要放的對象是 一張 慧眼 OK 所以你這樣 你所有東西都拿到了 兩張零百張都拿到了 這邊 終於可以做你的隨便技巧 拉出另外一張 同步折磨 這樣你剛好 6加2變成Omega 因為我們手上還有一隻慧眼 所以要觸發這隻 咒毒也是 完全沒有問題 那觸發咒毒 因為我們剛才有放一隻慧眼回去 所以我們這時候 又可以拿這隻慧眼 到這個地方其實已經很明朗了 再次變成飢餓毒龍 複製你的金 炸掉你的黑牙 拿回你的咒毒 黑牙會復活 同步者 咒毒會再幫你拿一張 再幫你拿一張黑牙 最後就是收尾的部分 銀河泰坦 然後特招這隻 劍龍變成X龍 再發動你的兩個克魯 拿出你的子豬 再蓋上你的陷阱卡 這就是解了 OK 好 那我們馬上進入第三個挑戰 那終於到了我們最後也是最難的一個題目 大魔術師終極考驗之莫無之敬 這題之所以我會給他五顆星的難度 主要是因為你必須要跳出既有的框架 有種跳躍性的思考 才有辦法解除這個題目 那為什麼我會這樣講呢 接下來的COMBO演示 大家就可以看出這題的精妙之處 那事不宜遲我們趕快 演示一下這題的COMBO解法吧 OK馬上到我們第三個題目 夢無止境的COMBO演示 一樣我們要 折去我們的 超天心龍拿一張黑暗牙龍 只是這邊我們會直接把黑暗牙龍也通招到場上 拿我們的霸王臉 那這邊有趣之處呢 在於說呢 我們的這個 學術者降臨搜尋的其實是紅彩 而不是 零百魔術家 因為這題其實我們是要在沒有零百魔術家的情況下把它解掉 非常的特別 好一樣 這邊直接拿劍龍出來 然後把東西都盪出來 包括門鈴啊 挑選啊 還有你的額外的這隻會眼 這裡特製到一隻 製毒 這邊要注意的地方是 我們等一下把這兩個人合掉之後呢 把我們把咒毒丟過去之後 我們第一時間就要把我們的 會眼給回收了 因為我們會眼剛才跳出來之後已經被重置了 他已經不算是被破壞的怪收了 所以等一下我們必須要直接回收他 才能進一步我們 繼續我們接下來的步驟 這邊藏上這兩隻怪也是沒有疑問 我們只要變成 金克然後檢索 克毒 這邊 重點來了 我們要先炸掉誰 我們要先炸掉紅彩 然後拿這個 咒毒 但是咒毒也不要先跳 因為我們咒毒現在跳沒有就可以抓 那咒毒也不要先跳 因為咒毒現在跳的話 我們等一下格子會不夠 所以我們都要把它hold著 各種hold 這邊一樣先放紅彩 不是放紅彩 放慧眼 然後利用星刻帶破 這樣就可以堆一隻同步者下去 這邊一樣直接拿出誰 直接拿出我們的黑暗魔術師 這邊的時候你就問說這邊可以跳了吧 這邊的確就可以跳了 就可以跳了 拿一張慧眼 然後這個 青霜陣再拿一張黑暗 這邊現在就是全部裡面最最最關鍵的地方了 最關鍵的地方就是你要先把格子清出來 先把這兩隻給它清掉 變成一隻 浪打 然後再用霸王門尼的效果去炸掉你的黑暗 然後特招你的流聲龍到這裡 這樣子你就可以同時觸發黑暗 的效果 去特招你目的的挑選 或者是你目的的指毒都可以 然後再觸發門尼的效果 把門尼變成刻度 然後接著再觸發你的刻度效果 去特招你的龍接者到場上 這樣門牙變成刻度之後 馬上就可以拿來跟龍接者融合成鳳雷龍 這就是這體的精妙之處 所以到這個步驟之後其實已經非常明朗 我們直接把這個合掉 因為流聲龍雖然不能拿來當同步或是 超量素材 但他可以拿來令克 然後他本身是一個協調 所以這邊我們的Omega就直接出來了 就是這體要跳出框架思考 因為一般來說 我們會想說流聲龍是最後要留到說 對手回來做一個combo 但是其實我們題目並沒有局限在這一塊 所以你必須要跳出這個框架思考 你才能想出這樣的解法 然後一樣 這兩個人給他合掉 好 複製你的銀金 好 放入你的黑牙 把黑牙給炸掉 拿你的咒弩 好 然後這邊 一樣 復活你的 對 再拿一隻黑牙 好 這邊你直接把黑牙壓掉 直接把黑牙壓掉 用鳳梅龍把它抗掉 然後把我們的紅彩給放回去 然後復活這個意思很濃 然後把藏上這兩隻 另外兩隻 暗屬性的再變成 的飢餓毒狂 再複製一次音 最後再把剛才放回去的紅彩 再給他拉出來 來給炸 這樣子你就成功再度觸發紅彩 好再檢索你最後一張 會眼 這邊就已經進入尾聲了 再佈置好你的 合成 銀河泰坦 再把劍龍拉起來 變成 裝彈槍管魔龍 OK 那這體就這樣解掉了 好 那一樣 非常感謝各位收看這次的影片 如果你喜歡這次的影片 你可以給他一個讚 那不要忘記訂閱頻道 這樣才會收到我們新影片的消息 OK 那我是Dogren 下支影片繼續 拜拜 拜拜